女侍卫一觉醒来 发现皇帝居然睡在自己枕边 这可把她吓坏了 于是连忙拖着酸软的身体连夜跑路 都怪她昨晚在便庄庆典上喝多了 硬拉着乔装打扮的皇帝跳舞 两人一不小心看对了眼 接着就研究了一晚上人体生物学 也不怪她认不出她是皇帝 要不是看到她戴着隐藏容貌的宝物 依兰也认不出她是皇帝 可皇帝却是个冷血无情的人 所有动机不纯接近她的人 都送去领了盒饭 依兰为了小命着想 立马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样卷起衣服跑了 然而此时的她并不知道 过了今夜肚子里就多了两个小包子 此刻她正若无其事地站在皇帝面前 庆幸昨晚自己戴着黑色假发 皇帝应该认不出她吧 这时皇帝突然询问眼前的两侍卫 昨天的变装庆典有意思吗 依兰睁着眼睛说瞎话 属下并未参加 皇帝放下茶杯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那你对男女看对眼发生贴贴这种事怎么看 依兰吓到灵魂出窍 完蛋了 皇帝肯定是问昨晚的事 怎么办怎么办 她强装镇定地回答 真正的爱情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结婚前千手手就可以了 没想到皇帝还真被糊弄过去了 什么也没说 便让她退下 可在她出去之后 皇帝却玩味地勾起嘴角 之后的一个月里都相安无事 就在依兰以为危机解除时 本该到访的亲戚却迟迟没有来 此刻她还没往那方面着想 只以为是待在皇帝身边压力太大导致的 她乔装打扮来到偏僻的小诊所 经过医生的一番检查 得出了最终结论 她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依兰犹如五雷轰 瞬间脑海中浮现一千种 嘎掉医生的方法 毕竟自己怀孕的是绝对不能传出去 就在她准备拔刀时 医生却掏出一份魔法契约书 我死都不会泄露患者的病情 你若信不过我 可以签下这份魔法契约书 依兰果断签下 可在她看不见的角度里 医生露出得逞的奸笑 我盲猜她就是皇帝的人 一兰回去后摊在床上 到现在她都不敢相信自己怀孕了 那她以后该怎么办 身为孤儿的她曾经发过誓 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她抱着侥幸的心理 万一是医生误诊了吗 然而两个月之后 她怀孕的症状越来越明显 早上不过喝了点蔬菜汤而已 就恶心难受的想吐 今天还是她和团长在皇帝身边执勤的日子 她来到时恰巧是皇帝的早餐时间 盘子里的肉色香味俱全 可这种味道让一个怀孕的人 闻到简直是种煎熬 一兰拼命告诫自己 绝不能在陛下用餐食吐出来 要是被发现她是孕土就完了 突然一股清香的柑橘味 一兰恶心想吐的感觉瞬间消失 原来是皇帝的饭后小点心 QQ弹弹的小布丁 让一兰挪不开眼 恨不得抢过来大口大口地吃掉 清醒一点 那可是陛下的点心 可没吃早餐的她饿到两眼发昏 下一秒她就瘫软跪在皇帝旁边 看着男人阴沉的脸色 完了 BBQ了 同时保护皇帝的暗影 其实瞬间出动 一兰挣扎着想为自己狡辩一下 然而她话还没出口 肚子却先咕噜噜叫起来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简直是大型射死现场 一兰羞愤的低下头 正当她还想狡辩两句事 肚子再次没开耳朵 谁知皇帝却没有怪罪她 反而将矛头对准领班团长 属下连早饭都吃不饱 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一兰不想连累团长 连忙解释时她自己个人问题 皇帝不耐烦地赶团长出去 再好好收拾这个 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女人 谁知眉眼利尽的团长 却非要留下 皇帝的卷套重重落下 别让我再重复第二遍 等爱演的人出去后 好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连饭都吃不饱 明明自己有交代过 要好好照顾骑士们 一兰内心疯狂地呐喊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这狗男人 可他又不敢说出来 只能别扭地表示 最近体重上涨 为了减肥才没有吃早饭 听到这话皇帝却小声地说道 哪里有肉需要捡 饿着我的仔怎么办 然后伸手一指 坐到对面的椅子去 接着打了个响指 来人 上菜 一兰还在一脸懵逼 仆人就上了满满一桌的美食 那油腻的味道直冲天灵盖 他只想吐 可皇帝还在看着 只能强忍下来 曾经自己最喜欢的隔离汤 如今却是最恶心的食物 他宁愿和传说中的龙打一架 都不愿意在这里受罪 啪的一下放下勺子 一兰保证自己再也不减肥了 心里疯狂地耐喊求放过 我都快吐了 看着实在是吃不下的女人 我一次当地的皇帝 二话不说就叫团长进来问罪 而团长也直接将罪名揽了下来 都是属下管理不善 让一兰好一阵感动 谁知下一秒之坑货队友 就将他早上开始不舒服地 湿抖了出来 这借口刚好给皇帝宣御医 帮孩子他们好好检查 这下真的完了 他怀孕的是要瞒不住了 更糟糕的是 这御医怎么长得那么像小诊所的医生 一兰吓得猛然惊奇 当初就是他诊断出自己有了身孕 难不成是双胞胎兄弟 可他们声音都一样 御医检查完毕 皇帝神色自若地等待宣布结果 一兰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 紧闭双眼等待死刑 这下彻底凉凉 谁知御医竟然说他只是吃坏了肚子 最近饮食要清淡一点 说完还调皮地对一兰眨眼 反应过来的他连忙点头附和 这让一兰更加确定了 他就是小诊所的医生 那他帮自己隐瞒怀孕的事也情有可原 但他不知道的是 御医全程都在配合着皇帝演戏 此刻他正开心地享用美食 御医特意交代的食谱 简直好吃到泪流满面 完全没有令人恶心的味道 自己好久没有这样好好吃饭了 而皇帝则一脸宠溺地看着他 呵呵 你胃口不错吗 听到这话的一兰小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简直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还有你能不能笑得小声一点啊 一兰悄悄睁眼偷看皇帝 这是他第一次见冷血皇帝笑 不过好像庆典之夜情到深处他也笑了 皇帝给一兰劈了假 等到他完全恢复了再归队 吃饱喝足最容易犯困 睡梦中迷里呼呼好像有人戳他的脸蛋 一兰不耐烦地拍开 谁啊 没想到竟是皇帝陛下 抱歉吵醒你了 我的小兔子 一兰满脸问号张大了嘴巴 这应该是梦吧 不然皇帝怎么会那么温柔 于是他倒头在睡 那只修长的大手还在戳呀戳 烦死了 扰人轻梦还有没有功德心了 睁眼看到却是皇帝放大的俊脸 一兰害羞到无眼 哎呀呀呀 简直要命啊 皇帝勾起一抹邪笑 亲了青椒羞的小兔子 清早 一兰被小鸟叽叽喳喳地叫声吵醒 疲惫地坐起身 昨晚自己怎么会做那种恶梦呢 打工人的他 身体好点立马回去上班 路上又恰巧遇上了执勤的团长 促王看到两人又又又同时进来 不爽的皱眉 你们今天没有一起执行任务 怎么会同时进来 团长回答执行完任务回来的途中 碰巧遇到 皇帝十分不爽 怎么那么碰巧 行了 你可以滚了 一兰乖乖地留下站稿 这是侍女来报 法比安男爵家的小姐求见 皇帝毫无感情地表示 那就让她等着 让一兰很是意外 皇帝对别的女人竟是那么冷漠 男爵小姐喝了整整三十壶茶 终于见到了皇帝 激动地冲上前娇羞地表示 听说您在找庆典之夜 和您过夜的女子 那个人就是小女 然而皇帝看都没看她一眼 直接吩咐暗影处理掉 她最讨厌的就是欺骗她的人 一兰忐忑不安地跟在她身后 小心翼翼地询问 陛下 如果出现一个怀着您孩子的女人 您会怎么做 皇帝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不可能的 如果有那一定是他们在撒谎 我会让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 毕竟和她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只有一个 可这话在一兰听来 就是要变相处理掉她 看来自己怀孕之时 绝对不能被发现 直到执情结束 她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交接班的团长过来 发现了她难看的脸色 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一兰连忙解释不是的 只是有些累而已 团长刚想说点什么 却被突然出现的妹妹爱丽莎打断 好久不见了 哥哥 这次她过来可不是找哥哥酗酒 而是见皇帝陛下 一兰虽然疑惑这两兄妹关系的冷漠 反而让她从对话得知 男爵小姐只是爱丽莎的棋子 坊间传闻 陛下在寻找和自己过夜的女子 但却不知道她的容貌 于是爱丽莎利用男爵小姐当诱尔试探皇帝 明知道这个人是有去无回 为了自己当上皇后 而不择手段 贵族争夺权力的戏码 一兰这小小的骑士无法理解 晚上 皇帝又准时出现在一兰的梦 什么也不做只盯着她看 你怎么还不睡 一兰无语 这么盯着看她当然睡不着 只见皇帝伸手拍了拍 想把她哄睡 谁知力道大的差点把肺都拍出来了 一兰连忙转移话题 一下 您为什么总出现在我的梦里 然而皇帝并未回她的问题 反而让她叫自己的名字 被盯得脸红心跳的一兰 仗着在梦里 轻轻叫出了皇帝的名字 凯尔 自己最近怎么老是梦到这男人 难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谁知男人大手一兰 将她带入怀中 蜻蜓点水地吻落在她蓬松的头发上 我很喜欢你这么叫我 明明是梦 可一兰却能感觉到男人的温暖 突然她想起了 这段时间爱丽莎天天拜访皇帝 一兰很好奇 他们都聊了些什么 虽然皇帝也想告诉她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真希望能一直待在梦里 梦醒了 两人又恢复了上下级的关系 怀孕的是睡症状也逐渐显现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一兰身上 就像躺在被窝一样 她的眼皮逐渐下沉 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坐在皇帝的腿上 人前沙发果断的冷血帝王 此刻却宠溺亲吻着女人的头发 同时手也不老实 一兰没好气地拍开男人的大手 这可是在外面 可皇帝却告诉她 这里也是梦里 等等 我不是在皇帝身边执勤吗 一兰傻了眼 也就是说现实中的自己 正在皇帝面前打瞌睡 完了 BBQ了 得赶紧从梦里醒过来 可刚醒来的她 更加懵了 放眼望去都不见皇帝的身影 这真实的肉店 还有这温暖有弹性的靠背 反应过来的她尖叫着原地跳起 卑职罪该万死 请陛下恕罪 一兰怎么也想不明白 明明自己站的地方 离皇帝有十万八千米 怎么会在她的腿上睡着呢 难道我还在做梦 她小心翼翼地叫皇帝的名字 凯尔 可皇帝面瘫的脸 却看不出在想什么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咔哒的开门声 来人是皇帝的追求者爱丽莎小姐 可她二话也没说 转身哒哒哒地离开 一兰并不想参合 敬贵族争夺皇后之为的斗争 她什么时候进来的 该不会误会了吧 一兰十分清楚 现实冷漠的皇帝 不是梦里温柔的凯尔 这是皇帝冰冷的声音响起 你的护卫工作到此为止 今日起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 皇帝心想这样 应该可以保护到她了吧 那疯女人现在留着还有用 可她那冰冷的眼神 让一兰心里感觉空落落的 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难道是因为肚子里的宝宝 舍不得她爹吗 一兰强行给自己洗毛 肯定是这样的 真爱生命 远离皇帝 隔天 因为孕土的原因 一兰独自坐到角落里就餐 还买了最爱的橘子犒劳自己 俗话说酸儿辣女 也不知道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女孩 一兰开心地往嘴里炫 突然身后一只大手一拍 手里的橘子瞬间掉落 半天也没听见一兰的声音 团长疑惑地蹲下身 你没事吧 却看到一兰勤满泪水的眼睛 怀孕使得她情绪失控 仅仅因为橘子沾上土不能吃就哭 一旁的骑士们看到这一幕 都以为是团长欺负了一兰 团长用手轻轻擦拭她的眼泪 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骑士们看到都大吃一惊 团长竟然会做出这么温柔的举动 一兰也愣住了 总不能说是因为吃不到橘子而哭吧 可在团长温柔的目光中 一兰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原因 这下轮到在场的人愣住了 我们没听错吧 话音刚落 一兰就仗红了脸低下头 我竟然说了实话 疯了吧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没想到团长竟然认真的对她道歉 那橘子一定有故事 对你那么重要 还豪言地说出自己愿意负责 一兰满脸问号 一个橘子而已 怎么负责 然而第二天 她就收到了整整9981框橘子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骑士团所有人都谈橘变色 仅仅是看到一兰坐在皇帝的腿上 皇帝的爱慕者爱丽丝就发了狂 派人把一兰推下楼梯 一兰下意识护住腹中的孩子 可尽管如此 钻心的痛还是从小腹里传来 疼得她完全动弹不得 恍惚中好像看到了皇帝的身影 可等来人走近一看 却变成团长的脸 也许她意识中 希望救她的人是皇帝吧 可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御医 然而团长却认为 骑士团的医务是更近一些 不行 必须是御医 不然她怀孕的事就漏现了 见一兰依旧不松口 团长只好一把将她抱起去找御医 当一兰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睡在之前休息过的房间 这是团长像林小姬在世的 将御医拎到她面前 快给她看看 御医仔细检查一兰的腹部 便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她找了个借口将团长织出去 帮我拿些干净的毛巾和热水 越多越好 把不相关的人赶出去后 说吧 发生什么事了 一兰将她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是全盘拖出 皇家的骑士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御医觉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不用想都知道是公斗的阿扎事 一番检查下来 还好肚子的孩子没有事 不然她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看 却不想 他们的对话都被门外的团长听去 随后大步走进来质问御医 我听到的是真的吗 御医装傻充了 但她看到一兰的表情后 便知道了事实 紧接着走到床边 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 能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你要生下来吗 一连三问 一兰扭头过去不敢看她 心想这下课怎么办 团长会帮她保守这个秘密吗 要不连夜跑路吧 把房子卖了还能拿到一些钱 谁知这时 团长虔诚地蹲在一兰面前 握住她的手 双眼亮晶晶 那我可以当这个孩子的爸爸吗 听到这话的一兰 震惊了一万年 就连鱼也惊掉了下巴 皇帝陛下 有人翘你墙脚 一兰不敢确定地问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团长羞涩地点点头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你是个很优秀的人 一兰十分无语 她哪里优秀了 哪里都优秀 一兰直接麻了 她现在压根没有精力去想感情的事 然而团长却表示不用着急恢复她 只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你需要热水是吧 我这就去给你拿来 说完便直接出去 可出门后的她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全然没有了在一兰面前的单纯无害 咬牙切齿地狠狠冲墙壁泄愤 那天一兰下班回家的路上 突然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 她顺着味道飘过去 把老板吓了一跳 老板热情地招待了她 刚想伸手拿一个 可她突然想起 现在吃了以后该不会又吐吧 浪费食物可耻 可是 我就吃一个没关系吧 一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抓起一个往嘴里穴 松软可口的面包 好吃到她浑身发抖 此味只应天上有 老板 这里的面包 给我来五个 不 来十个 老板笑眯眯地去打包 一兰激动得热泪盈眶 苦逼的孕土生涯终于结束了 连平时吃的面包都这么香 可她不知道的是 所有的孕土症状都转移到了皇帝身上 吃妈妈香的一兰 几天下来明显圆润了一圈 晚上又梦到了皇帝陛下 几天不见 一兰猛然坐起 伸手抚摸上皇帝的脸颊 你怎么受了 皇帝急忙抽身否认 只是你的错觉吧 一兰用手比划着 是真的 胳膊都纤细了不少 傲娇的皇帝才不会告诉她是孕土吗 然后连忙转移话题 不过你好像胖了一些 说到这个 一兰顿时乐开了花 这段时间她吃啥都嘎嘎香 兴致勃勃地跟皇帝讲了 她最近吃了什么美食 而皇帝则全程宠溺静静地听着 等她说累了 就将头枕在她腿上 一兰抚摸着男人黑色细软的碎法 过了许久 皇帝开口问一兰 如果有人想向你求婚 你会答应他吗 一兰顿时想起团长告白的画面 轻叹了一口气 我应该会拒绝吧 得到满意的答案 皇帝重新眠上了眼睛 气氛恰到好处 男人猴急撩开她的衣服 突如其来的动作 一兰顿时满脸通红 谁知这时皇帝突然翻身 两人上下颠倒 梦里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 一兰是被饿醒了 突发奇想的她只想吃鸡肉串 换好衣服立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出门 看着空荡荡的小吃街 果然早上炸鸡店没有开门 一兰瞬间自闭了 一整天上班都为米不振 询问了御医才知道 这是怀孕综合症 治疗办法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就在这时 团长突然出现 自告奋勇地表示 我帮你去买 虽然团长帮忙会方便很多 但经过上次表白的事 一兰一点都不想麻烦她 这时御医表示 她刚好有失出宫 可以顺路去买 听到这话 一兰激动地握住御医的手 真的吗 太感谢您了 可等御医买回了鸡肉串 一兰突然又不想吃了 此刻她更想吃的是水果 御医表面淡定地表示没关系 实则暗自咒骂着皇帝 你清高 你了不起 自己的媳妇要我照顾 但她还是老老实实地 给一兰买了新鲜的水果 看着满满一箱水果 一兰满脸的疑惑 她一个小小的御医 怎么弄了这些昂贵的水果 虽然御医解释 动用了些人卖超能力 但一兰还是觉得她很可疑 还有这段时间 在周围监视她的人 究竟是谁的人 没等她调查清楚 就听到了团长 被调到北方的消息 说是派遣 其实就是惩罚 北方经常有蛮族出没 这件事也让一兰 意识到是时候该离开了 宝宝月份大了也瞒不住 只是有点舍不得 梦里温柔的皇帝 爱怀了皇帝孩子的女侍卫 打算带球跑 只因她怀孕的身形 逐渐显怀 假如再继续待在皇宫当差 不是死在皇帝手里 就是被爱丽莎追杀 可她刚交上的辞职信 就被退了回来 一兰质问团长为什么 团长却告诉她 如果是健康问题 至少要三位皇宫的医生 开出证明 一兰无力地站在原地 找皇宫的医生开证明 那她怀孕的事 不就瞒不住了吗 于是当晚夜黑风高 一兰骑着马连夜逃跑 直到再也看不见 皇宫才停下脚步 这是来抓她的吧 暗影其实没有搜寻到 一兰的身影 就往别处去了 树上的一兰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下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可她刚睁开眼 就看到了皇帝陛下 这男人竟然追着她来到梦里 刚见面就质问一兰 为什么要离开我 再听到一兰解释生病了 立马紧张不已 我把全世界的医生 都找来给你治病 所以你回来吧 一兰低下头掩饰眼中的思念 她还是这么温柔 可这是梦里的凯尔 现实中的皇帝残忍 没有一点慈悲心 绝对容不下她和宝宝 皇帝还在追问 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心虚的一兰扭头不敢看她 在两人说话期间 一兰没坐稳 一个亮枪跌下树 危急时刻皇帝出手救了她 却下意识地护住她的腹部 这时皇帝瞬间明白了过来 难道这就是你说的病 一兰 我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 皇帝这番话 让一兰表情逐渐凝固 一个真相在她心里呼之欲出 这里既是梦里也是现实 也就是说皇帝 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怀孕的事 皇帝继续哀求一兰回去 你是我将来的皇后 孩子也会成为皇太子 可她没想到一兰竟然拒绝了 您说过您不喜欢说谎的人 我也一样 说吧就直接哗啦跳下树 只给皇帝留下个背影 皇帝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既然这样 我就只能强行把你带回去了 一兰再次睁眼竟然还在原地 她刚跳下树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声音 一兰骑士 陛下要见您 一兰头也没回 从袖口里掏出一把暗器 转身的一刹那 暗器瞬间扎在暗影的脑门上 而一兰则趁机逃跑 狗皇帝那个大猪蹄子 她明知道自己怀孕后有多辛苦 多焦躁不安 却一直袖手旁观 一兰越想越委屈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远处的暗影还在四处搜寻她的身影 她躲在洞里才躲过一截 可皇帝还是会通过梦境找到她的藏身之处 她不可能一辈子也不睡觉啊 一兰猜想皇帝是用了某种魔法进入梦境 她突然灵光一闪 好像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都精通魔法和诅咒 她当即决定就去那里 不过在这之前 先要隐藏她这显眼的发色 在求跑的女侍卫 为了躲避皇帝的追捕 让显眼的粉发染成雪白的黑发 把皇帝通过梦境找到她 是她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赶到另一个城市 找到精通魔法的闲者 只为解除梦境魔法 然而闲者却告诉她 这是过去古老的魔法 能让人进入心爱之人的梦境 目前没有破解方法 一兰不死心地继续追问 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闲者认真思索了一番 也不是完全没有 只要远离施魔法的人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魔法只有离得近时才有效 一兰在跟闲者道谢后 失魂落魄地出了门 看来只能逃到更远的地方 可肚子越来越大 她不可能一直奔波 必须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才行 而另一边 因为暗影骑士没有找到一兰 皇帝大发雷霆 咬牙切齿地下通缉令 封锁边境 还有绝对不能伤害到她 之所以会造成追欺火葬场的局面 纯粹是因为两人没长嘴 一兰之前是怕皇帝不能容忍宝宝的存在 到后来知道真相 却开始埋怨皇帝对她怀孕的艰辛视而不见 而皇帝也不说 只是默默用魔法 将她的孕土症状转移到自己身上 还有一兰想吃什么 都会通过御医的手送到她手里 最重要的一点 皇宫里还有一个定时炸弹 然而皇帝这大猪蹄子还在继续作死 直接将一兰的通缉令 标上违抗皇命的罪名 通缉令传到北方边境 团长看到后 一把从属下手里夺过来 一兰为什么会被通缉 还要毫发无伤地带回去 突然她毛丝顿开 联想到之前 一兰死活不愿意告诉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 如果她怀的是皇帝的孩子 那这一切就说得通了 难道是皇帝容不下一兰他们母子吗 也对 皇帝这个人残酷无情 连说爱她的人都会被杀 所以一兰才会逃跑 团长自行脑补了真相 她本是莱安哈德公爵的继承人 之所以留在皇帝身边 当一个小小的团长 是因为她怀疑父母的死因 跟皇帝有关 如今皇帝又逼走了她心爱的女人 心仇就恨 一颗谋反的种子在她心里悄悄发芽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打断她的思绪 皇宫传话过来了 皇帝恢复了她的职位 让她回到皇宫继续当团长 对于她来说 这正好是个机会 正在偏远小镇养胎的一兰 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求跑的女侍卫 在偏远的村庄平安生下两个萌宝 远离狗皇帝的日子 一兰过着平静又安宁的养胎生活 她每天都会抚摸肚子里的孩子 对着他们诉说着爱意 身为孤儿的她第一次拥有了家人 一兰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的笑容 刚开始到这个村庄时 大家都提防着她 但一听她是因为得不到孩子爸爸的认可 才逃出来的 又都带上了同情的目光 好心的邻居还教她如何做胎教 看到她行动不便 都纷纷伸出援手 还时不时投喂新鲜的水果 一转眼到了大雪纷飞的日子 一兰的肚子终于发动了 平安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看着怀里两个软乎乎的宝宝 她觉得之前受得再多的苦 也是值得的 一兰给女孩取名为李安 男孩叫恩里尔 一眨眼 宝宝已经可以咿呀呀的叫妈妈了 弟弟虽然有着和她一样的分发 却遗传了皇帝的金色瞳孔 姐姐倒是遗传了她的蓝色眼睛 却有着和皇帝一样的黑发 但这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不是皇帝的孩子 而是她自己的孩子 当晚她就做了个恐怖的噩梦 孩子们都不见了 一只大手突然从她身后起来 同时传来皇帝冰冷的声音 找到你了一兰 你以为你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 放心孩子我会好好养大的 毕竟他们不是你一个人的孩子 而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 从梦中惊醒的一兰 立马起身去查看孩子的情况 看着宝宝熟睡的睡颜 一兰明白 是时候离开这生活一年多的村庄了 她前脚刚走 后脚就来了一群暗影骑士 虽然一兰将生活痕迹清理的干干净净 但还是被暗影骑士找到了一个布娃娃 看来那个女人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 软眼间两个孩子五岁了 在这期间 他们都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可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看着两个乖乖自己吃饭的孩子 一兰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时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一兰让孩子们乖乖的吃饭 自己谨慎的去查看 可她在认出来人后 压根不想开门 然而女儿却认出来人的声音 哒哒哒迈着小短腿去开门 来人是最近刚搬到村里的阿贝尔 虽然阿贝尔很有亲和力 一兰还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阿贝尔将手里的肉地给姐姐李安 还厚着脸皮蹭了一顿饭 饭后一兰打算上山采点野果 安贝尔立马从她手里接过篮子 屁颠颠地跟上去 在孩子们的面前 一兰也不好赶她走 就这样 一行四人一起出发 路上村民好心地告诉他们 最近附近有野猪出没 上山小心一点 不出意外的 果然出了意外 一头说大的野猪出现在他们面前 女侍卫给皇帝生下两个软糯的小包子 可皇帝这大猪体子一点都不懂得温柔 动不动就威胁她 于是女侍卫揣着球就跑了 然而这一跑 孩子都五岁了 皇帝还在大海捞漆 而一兰则带着两个小家伙在挖野菜 突然面前冲出一头说大的野猪 一兰急忙叮嘱躲躲在树丛里的孩子们 待在原地别动 可野猪就像装了雷达似的 直接朝一兰的方向攻击 要是换作以前的他 干啪一头老虎都不在话下 但这样一来就会暴露他曾经是骑士的身份 于是他演技浮夸得像同行的阿贝尔求救 怎么办啊 阿贝尔邪眉一笑 不用担心 我来解决他 说完就从屁股后面掏出一把大宝剑 软绵绵地向野猪冲过去 然后假装不敌侧身一躲 野猪再次以每秒800卖的速度冲向一兰 一兰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 还好他不是软绵绵的贵族小姐 于是刷的一下撩起裙子 拔出随身携带的短剑 以迅雷不及掩而指示 哭呲刺入野猪的脑袋 擦拭完脸上的血字 然后把带血的短剑丢给呆若木鸡的阿贝尔 立马奔向孩子们 宝宝 你们没事吧 这时追捕野猪的猎人出现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野猪 天哪 是谁杀的 阿贝尔愣愣地指向一兰 然而一兰却假装很害怕似的 搂着孩子们安慰道 没事了 阿贝尔叔叔已经替我们解决了 被迫背锅的阿贝尔猛逼的有点猛逼 在猎人一声声夸奖中 默默领下了这份功劳 弟弟恩利尔趴在母亲耳边小声询问 妈妈 你不是说不可以说谎吗 一兰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种谎可以说 如果我们暴露了身份 大魔王就会来抓我们了 可怜的大魔王皇帝还在满世界寻妻 淳朴的猎人给一兰送了一部分野猪肉 其中还有一个完整的獠牙 一兰犯了难 在村里根本没人收购这玩意啊 看来只能去城里卖掉 于是把孩子们招呼过来 叮嘱他们姐弟明天乖乖地待在家里 谁来了也不能开门 两个小家伙小大人试得点头 知道了 妈妈你每次都会这么说 第二天一大早 一兰就乔装打扮进城 把獠牙和之前在山里踩的草羊卖了换钱 随后走进最近一家酒馆 打听最新的情报 然而他刚坐下 一股疲惫感突然袭来 迷离呼呼闭上了眼睛 再次醒来 这熟悉的感觉 难道是那个人追来了吗 一兰惊恐地回过头 只见皇帝自带花瓣特效地向他走来 五年了 皇帝终于找到了带球跑的老婆 五年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自带花瓣特效的皇帝一步步逼近 一兰内心却慌得一批 虽然这是梦里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往后退 壮着胆子告诉皇帝不要再追他了 就算被抓到 他还是会逃跑 皇帝不越皱起眉头 为什么 我可是找了你好久 回忆起便装庆典之夜的那次意外 一兰落寞地低下头 表示自己那晚是心甘情愿的 但后面发生的事 完全超出他的可控范围 谁知皇帝已经走到他面前 这些都不是问题 接着俯身抵住他的额头 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点好感吗 死鸭子嘴硬的一兰 立马反驳没有 以前确实对他有不好感 可他一开始就知道 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是谁 却像看跳两小丑一样 看着自己演戏 皇帝简直比豆娥还冤 曾经明明是他说过 结婚前牵牵手就好 所以皇帝才想着慢慢追求他 谁知才一会没看住 老婆就带球跑了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 把老婆带回家 下一秒 他摸上依兰平坦的小腹 孩子怎么样了 却被趴得打药 没了 他们根本没出声 皇帝玩味的勾起嘴角 那真是太遗憾了 无所谓 反正孩子可以再药 只要你跟我回去 说完再次大步地向依兰靠近 然而在依兰眼里 皇帝就是个小洋人 你别过来啊 依兰想着快点从梦里醒过来 也许是上帝听到他的祷告 椅子哐当倒下 他从梦中醒来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我得赶快回去 可这样回去说不定会被人尾随 那样孩子不就被皇帝发现了吗 他只能先把跟踪的人甩掉 另一边 独自在家的两个小家伙 乖乖听妈妈的话 天黑了也没有开灯 可黑漆漆没有妈妈的夜晚 他们有点害怕 于是点燃了蜡烛 两个小家伙挤在同一个被窝里 才不感到害怕 突然外面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同时还有阿贝尔叔叔的声音 可过了好一会 又没动静了 下一秒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 两个小家伙警惕的下楼 紧记着妈妈的话 谁来了也不能开门 门外的阿贝尔在听到 两个小家伙的声音后 便知道了依兰不在家 只能交代自己是来告别的 然后匆匆离去 姐姐竖起耳朵趴在门边 听到没动静后 才小心翼翼的打开门 门外一片狼藉 看样子刚才的打斗很激烈 正当小家伙准备关门时 一只黑漆漆的大爪 挡住即将关上的门 两个小家伙惊恐的往后退 来人正是皇帝身边的暗影骑士 本来他们来是消灭叛军的 却没想到有意外的惊喜 一看这两小只的发色和眼睛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当即一手拎起一个小家伙 同时过来的还有团长 他一眼就看出这是谁的种 看到被一蓝养得白白净净的两个孩子 孩子 皇帝满脸的疑惑 他不是交代过 所有可疑的人都要处理掉吗 可再看到暗影骑士身后的两个小家伙 他再也不淡定了 五年来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孩子 这雪白的末法 还有这层金色的瞳孔 一看就是自己种下的种子 可两个小家伙第一次见到青爹 却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是不是童话里的大魔王啊 好可怕 姐姐强装镇定站出来保护弟弟 咪咪你要吃了我们吗 身后的骑士小黑瞬间慌得一批 小声告诉他们陛下不会吃人 也不知道这两孩子在哪里听到的谣言 谁知两个小家伙更加惊恐啊 那你是要关着拷打我们吗 这时皇帝突然站起身 迈着修长的大腿 蹲在两个小家伙面前询问 你们知道你们的爸爸是谁吗 两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充满了无辜 不知道 皇帝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孩子他妈还是那么抗拒他 如果我是你们的爸爸呢 你们仔细看看 不觉得我们很像吗 两小只一口同声的大喊 不 我们一点也不像 皇帝不死心继续追问 再仔细看看 我们长得才不像大魔王呢 姐姐不小心说漏了心声 吓得赶紧捂住嘴巴 皇帝玩味的挑眉 如果我是大魔王 那你们就是大魔王的孩子了 你看 不管是眼睛 发色 还是脸 我们都很像 吓得两个小家伙都快哭了 我们才不惜大魔王的孩子呢 眼里蓄满了泪水 下一秒 营地里传出惊天动地的哭声 小黑小心翼翼的开口 要不 卑职先把他们带出去 皇帝沉声拒绝 不用 把他们留在这儿吧 哭这么凶也该饿了 话音刚落 两个小家伙的肚子就唱起空城计 看着满满一桌的美食 两小之蝉的两眼放光 却不敢吃 当着大魔王的面小声议论 怎么办 会不会有毒啊 可是不吃他们就会饿死的 于是姐姐决定率先试毒 视死如归往嘴里塞了一块肉 弟弟立马抱住姐姐 呜呜 姐姐你不能死啊 一旁的两个骑士 差点笑出了内伤 突然嘴里多了块肉 弟弟的哭声戛然而止 你先尝尝 这个好好吃 美味的食物在嘴里化开 好吃到瞳孔变色 这么好吃的食物 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一时两个孩子敞开肚皮开旋 一滴汤汁都不剩 父亲现状露出欣慰的笑容 孩子能吃是福 而吃饱喝足的两小只 早已缩在角落里打起了鼻鼾 皇帝叫退了 正在给孩子盖被子的小黑 起身亲自将两个小家伙抱上了床 另一边 为了甩掉追兵而绕远路的伊兰 两天之后才到家 可门怎么是开的 糟糕 孩子们 突然身后传来沙沙沙的声音 伊兰立马转身拔剑 剑倒是曾经的团长 也毫不犹豫提剑冲了上去 我的孩子们在哪里 团长急忙拔剑抵挡 你先冷静一下 孩子现在和陛下在一起 文言伊兰停下了攻势 然而团长却故意叫伊兰快逃 附近有暗影骑士要抓你 我一会儿让你一招 你伤了我趁机逃跑 为了孩子 没办法伊兰只能咬牙硬下 刺伤了团长之后 直接转身就跑 然而他并不知道 这附近的暗影骑士 只是在追查叛军 他还一头撞入了叛军的藏身之地 又因为两人没长嘴 一点点误会 女侍卫就带秋跑了五年 如今皇帝好不容易见到两个孩子 眼看着就能找到老婆了 却被别有用心的男人故意指走 还不小心闯入叛军的藏身之地 然而叛军的首领 正是之前的邻居阿贝尔 他对伊兰的身份很是好奇 明明身手不凡 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东躲西藏 再加上道徒听说皇帝 在费尽心思找一个人 难道 这是下属带着伊兰走过来 打断他的思绪 他立马换上人畜无害的表情 跟伊兰打招呼 然而伊兰却十分冷漠 虽然他协助自己摆脱追兵 但据他观察 这附近的暗影骑士并不是捉他的 反而跟躲在这里的阿贝尔有关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不想参合竞云的事 我要去找孩子们了 说完伊兰就转身告辞 阿贝尔对伊兰敏锐的观察力 丝毫没感到意外 甚至临走前还好心地告诉他 他们会在两天之后的凌晨行动 伊兰不明白他为何要帮自己 虽然他们和皇帝是敌对关系 也许能帮得上忙 可一旦孩子们的身份暴露 只会更加危险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 大声呵斥 谁在那里 原来是故意等着伊兰的团长 他举起手来表示自己并没有威胁 伊兰眼神示意他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你是不是来抓我回去见皇帝的 谁知时隔五年 这男人依旧热衷于撬皇帝的墙角 只见他含情默默地注视着伊兰 对我来说 你的安全比起皇帝更重要 皇帝杀了他的父母 还伪装成了一场事故 之所以他还留在皇帝身边 只为司机报仇 伊兰听到十分震惊 你就不怕我泄露出去吗 不怕 因为我喜欢你啊 伊兰顿时老脸一红 紧张得只能阿巴巴 你在开什么玩笑 团长急忙说 这不是玩笑 我是真心的 但他的真心终究是得不到回应 团长猜测 是因为孩子们吗 听到孩子的消息 伊兰激动地抓住团长追问 孩子们怎么样了 没事吧 在得知他们在皇帝身边很安全后 瞬间松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救出孩子们 团长立即询问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伊兰果断拒绝 因为他没办法相信皇帝身边的每一个人 而且两天后 阿贝尔他们开始行动是很好的机会 他就可以趁机救出孩子 再带他们逃跑 另一边皇帝刚哄睡了孩子 也许是血缘的关系 两个小家伙在睡着后下意识地挨着父亲 看着伊威在自己身边的梁小只 也有些疑惑 伊兰不是说孩子没了吗 一会在梦里 定要问问那个口是心非的女人 他刚见到伊兰 就被狠狠揪起一领 孩子们呢 我的孩子在哪里 皇帝戏谑地挑眉 你不是说孩子没了吗 伊兰立马反驳 他们只是我的孩子 跟你没有关系 下一秒 他就被皇帝抓住手腕 往怀里一带 既然如此 那他们怎么会和我们长得那么像 简直就是我们两个的结合体 其中一个还有着皇室独有的金色瞳孔 还有他们的年龄 伊兰紧咬着唇反问 所以呢 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你又不爱他们 你不过是为了抓我 把他们当作幼儿霸我 所以我要带他们走 伊兰的字字控诉让皇帝从梦中惊醒 他迷茫地看着两个孩子的睡眼 什么是爱 难道这和我对伊兰的爱不一样吗 伊兰本以为五年前和皇帝的一次意外 是自己先动的手 却没想到是皇帝的蓄谋已久 伊兰刚进宫时皇帝就注意到他 那梦幻耀眼的粉发 就像二十和母亲一起看过的花一样 从那天开始 皇帝总会不知不觉地关注他 对他的感情越来越能力 想把他囚禁在自己身边的想法 也在一点点长大 就在他思考这种感情是否是爱情时 伊兰就主动牵上他的手 在绚丽的烟花暧昧氛围中 那一刻起 他再也不想放手 在皇帝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永久地离开了他 当时的皇后视他母亲为眼中钉 所以他母亲刚离世 立马就将年幼的他丢进炼狱的杀手训练所 而前任皇帝也默认了此事 从此他成了没有名字的117号 只要教官有点不满 等待他的是无情的拳打脚踢 而更可怕的是 日复一日的洗脑 忘掉自我 被培养成没有感情的杀手 殊不知那时皇帝并没有被洗脑 他就像潜伏在暗处的黑豹 等待时机 狠狠给敌人致命的一击 带领着同时期的杀手 血洗了整个训练所 收获了一群忠心的暗影骑士 同一年 带着暗影骑士杀进皇宫 杀光所有血清 登上皇位 可当上皇帝的他并不开心 就像心里缺了一脚 从小在那种环境长大的皇帝 面对突如其来的两个小包子 根本不懂得如何爱他们 回忆起而时每次给母亲讲完故事 母亲就会用慈爱的眼神看着他 再温柔抚摸他的头 于是他趴得把手搭上儿子的脑袋 然后使劲摇晃 吓得一旁的姐姐急忙抢过弟弟 别 别晃了 不要欺负恩里尔 皇帝认真地反驳道 我没有 姐姐急得快要哭了 可你刚刚明明想晃掉他的脑袋 董事的弟弟连忙安慰姐姐 我没事了不用担心 而罪魁祸首正愣愣看着自己的手 明明我都没有用力 小孩子到底是有多柔弱 下一秒 大手按住女儿的头 姐姐害怕地闭上眼睛 这回轮到我了吗 谁知并没有想象中的摇晃 反而还有点舒服 他悄悄睁开眼睛看向大魔王 虽然他的表情不像妈妈那么慈爱 但好像也没有饿用 姐姐小小的脑瓜想不明白 大魔王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 他每天好吃好喝地养着我们 不是为了养肥吃掉吗 为什么还给我们穿这么漂亮的衣服 这时皇帝突然问两个小家伙 你们平时都会做些什么呢 姐姐一祸眨巴着大眼睛 老实地回答 天热的时候我们会在西边玩 或者在森林里吹树叶 老父亲嫌弃地吐槽 真普通 以后你们就跟我回皇 都过皇族该有的生活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留在这种偏僻的地方 梁小枝凑在一起摇耳朵 我们真的是大魔王的孩子吗 皇帝纠正他们的叫法 我不是大魔王 也从不说谎 可你和妈妈所说的大魔王长得一模一样 皇帝无奈再次纠正 我不是什么魔王 我是皇帝 而你们是我皇族的血脉 梁小枝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好 他说他不是魔王 那皇族又是什么 夜里皇帝哄睡了两个小家伙 温柔地帮他们盖上被子 突然外面传来敌人来袭 皇帝立马转身出去 再吩咐留几个人在这里保护孩子们 终于可以见到老婆了 夜球跑了五年的女侍卫 再次见到孩子他爹 竟然是冰刃相见 依兰质问他孩子们在哪里 然而皇帝这个不开窍的大猪蹄子 提着剑就迎了上去 想知道 你就先打败我 哪有你这样追老婆的 两招就打得依兰连连后退 皇帝居高临下地劝他放弃 依兰十分不甘 但暗影骑士已经赶到 这下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了 听皇帝还在劝自己乖乖回到他身边 依兰不禁回想起曾经问过他 不过一个女人怀了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做 我当时的他是那么笃定的说没有 如果有那一定是他们在说谎 而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就因为他这句话 自己才代求跑了五年 也就是说 这男人自始至终都知道那晚的女人是谁 可他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在背后操纵着一切 见我不受控制了 就绑架了孩子 这能称之为爱吗 不 他根本不懂得爱 他只是想占有自己而已 下一秒在皇帝惊恐的目光中 皇帝心里怕得要死 缺口不对心的说 如果你死了 就不怕我对孩子们做些什么吗 明明自己只是想和依兰还有孩子们 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为什么出口的却是威胁的话 孩子正是依兰的软肋 他哐当地丢下剑 泪眼婆娑地控诉 你真残忍 一向铁石心肠的皇帝 心里却感到一阵莫名的刺痛 他忍痛地转过身 作死的吩咐骑士将依兰的手铐上 明明自己已经如愿以偿了 可为什么心会那么痛呢 而依兰则被戴上精致的手铐 带往皇帝的营帐 恰巧碰到正在站党的团长 再次见到心爱的女人 她也只能忍下心中的酸楚 而刚进帐中的依兰 就被皇帝一个公主抱稳稳抱起 扑通丢到床上 紧接着高大的身影压下 近在咫尺的气息 吓得依兰紧闭双眼 心想要是他敢动手 就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鸡飞蛋吧 可等了半天也没见动静 偷偷睁开一只眼 却只看到皇帝落幕的背影 他这是怎么了 仔细一看 这男人长得还挺好看的 突然依兰猛然清醒 他才不会承认 刚才自己饭花痴了呢 要不趁这狗男人 现在没有任何防备 悄悄打晕了 可就算打晕了皇帝 外面还有一群暗影骑士 况且自己还不知道 孩子们在哪里 还有叛军阿贝尔那边也撤退了 凭他自己一个人 怎么逃出去啊 依兰胡思乱想了一晚上 第二天 顶着两个黑眼圈 怒视着皇帝 可下一秒 他就被美食给收买了 好像只有自己在生气 真想帮帮上去给他两拳 而皇帝全然不知道依兰的想法 只顾着帮他成食物 就在这时 团长进来打断了皇帝幸福的头位 皇帝不悦地皱起眉头 但好像这人还是自己叫进来的 让他在这里处理 躲在暗处的叛军 闻言团长愤恨地攥紧拳头 刚见到心爱的女人 又要被迫分离 可现在时机未到 只能忍下心中的怒火 像平时一样服从皇帝的命令 殊不知 他的小心思都被皇帝看在眼里 惦记我的女人 我就帮你妹妹抢夺公爵府的势力 到时候自己再来的螳螂补缠皇却在后 五年没见的小夫妻居然玩得这么花 刚见面就送了老婆一对银手镯 封批皇帝还想着把依兰 永远囚禁在自己身边 回皇宫的路上 依兰坐立难安 皇帝有些疑惑 不舒服了吗 依兰叮铛狂地抬起手腕 你不会看了 却被皇帝一口拒绝 除了手 要是能不看到你就好了 除了这个 文言依兰的怒火顿时窜了上来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然而皇帝依旧闻思不动地处理公务 独留依兰一人在生闷气 哼 他把我靠在身边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以前幻梦里的他 早就是不能播的画面了 可昨晚的他却只是静静地坐着 什么也没做 等等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 难道我对这大猪蹄子还有感情 天哪 我一定是疯了 看着依兰一副便秉的表情 皇帝心想跟我在一起 就这么不自在吗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巨响 山谷上瞬间滚下硕大的石头 其中还夹着密密麻麻的剑影 那是叛军的埋伏 皇帝第一反应是冲过去保护依兰 暂时安全后 依兰注意到外面受惊的马 当机力断翻窗出去 惊险地落在马背上 吓得皇帝以为依兰是趁机逃跑 谁知他竟不顾危险地朝孩子的马车奔去 听到妈妈的声音 被吓哭的两个小家伙 急忙向妈妈求救 依兰控住着马速与马车同行 让孩子抓住他的手 可两个小家伙惊魂未定地不敢动 依兰鼓励着孩子要相信妈妈 还记得上回你们骑过马吗 你们可以的 听到这话 姐姐坚定地向妈妈点头 勇敢地伸出手 成功被依兰安全地接住 然而轮到弟弟的时候 他紧张得身体完全动不了 这时姐姐鼓励弟弟 相信你自己 你可以做到的 终于弟弟鼓起勇气伸出手 然而这时 急速地马车撞上一块小石头 马车突然急转弯 弟弟从窗上摔下来 依兰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儿子摔下去 危急时刻 一双大手接住了儿子 正是后面赶来的皇帝 老家伙愣愣地 看着抱着自己高大的身影 大魔王救了我嘞 他好像跟妈妈说的不一样 肯定是个好人 不知道被儿子 发了好人卡的皇帝 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前面就是悬崖 可现在已经来不及掉头了 危急时刻 依兰只能先保住女儿 而他自己却掉下了悬崖 幸好关键时刻 依兰抓住边上的石头 下一秒 他就因体力不支 瞬间掉下万丈深渊 突然一只大手 关键时刻抓住他的手链 就在皇帝即将把依兰拉上来时 一只穿云剑射中他的肩膀 炙热的番茄降低落在依兰的脸颊 可就算如此 皇帝依旧没有松手 还安慰他没事 不用担心 而或不担心 叛军发现了皇帝的位置 瞬间把他射成了筛子 更多的鲜血滴落在依兰的脸上 再这样下去两个人都活不了 于是依兰决定放弃声的机会 他露出凄美的笑容 凯尔 放手吧 皇帝不敢置信到瞳孔地震 你疯了吗 依兰认为这是最理智的决定 对两人都好 却听到皇帝歇斯底里的怒吼 你不要我了吗 那孩子们怎么办 你就不怕我会虐待他们吗 如果换作以前的他 当然会怕 可在看到皇帝奋不顾身救下孩子时 他知道那个男人也很爱孩子们 所以他才放心把孩子托付给皇帝 不管依兰如何劝说 皇帝都不愿意松手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皇帝滚烫的泪珠 仿佛低进依兰的心上 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也不愿意放手 就在皇帝即将脱离时 暗影骑士终于姗姗来迟 被救上来的依兰 腿软得的止不住发抖 抬头猛然看到被杂成刺猬的皇帝 他挣扎的想要爬过去 可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和脱离 下一秒 他就晕绝了过去 皇帝受伤的消息 立马传到团长手上 男人露出满意的笑容 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可在看到依兰差点摔下悬崖死掉时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这帮愚蠢的人 心爱的女人差点死在他们手上 必须想个办法 不能再让依兰和皇帝纠缠不清了 与此同时 叛军首领阿贝尔 找到了五年前的通缉令 从而得知了依兰的真实身份 通缉令还特别标注 必须活捉 绝不可以伤害到他 真有意思 能从皇帝身边逃走的女人 那对龙凤胎又刚好五岁了 还长得那么像那狗皇帝 阿贝尔笑得跟个反派一样 看来他的复仇道路又多了一条 还有暗处帮助他们的那位 也叫他们不要伤害依兰 俗话说敌人的情敌就是朋友 依兰再次醒来时 已经在干净了营帐 两个小家伙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 手铐也不见了 磨出的伤口也被细心包扎 这时门口突然出现了个高大的身影 原来是小黑来查看依兰是否醒来 回想起皇帝触目惊心的血字 依兰别扭地挠了挠下了 那个 孩子他爹还好吧 而小黑等的就是这句话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伤口很深 要不您亲自去看看 好家伙 简直是神助攻 说完后小黑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 只留依兰独自纠结 要不要去看啊 曾经臭皮到不可一世的帝王 如今为了追老婆 竟然不要脸地使用苦肉剂 皇帝因就依兰受了重伤 刚吃药睡下 但一听到依兰的声音 立马故作柔弱地睁开眼 再颤颤巍巍地抬起手 依兰 是你吗 本想看一眼就走得依兰 立刻上前握住她的手 宝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担忧 皇帝再接再厉 露出虚弱又满足的微笑 你能主动来到我的梦里 我真开心 依兰不敢相信那个杀法果断的皇帝 居然会有那么脆弱的一面 于是温柔抚摸她的头发 感谢她救了自己和孩子 皇帝则一脸享受地闭上眼睛 然而一脸好几天 皇帝都卧床不起 义兰焦急地来回踱步 明明随行的御医都说了 陛下很快就会康复 可她怎么到现在还在躺着 万一真起不来了 等等 我怎么关心起这狗男人了 她可是用孩子威胁过我的人 可那时候她也救了我和孩子 哎呀呀呀 义兰纠结得头都快炸了 然而她这副样子在女儿眼里 却是另一个意思 妈妈 你是不是想上大号 听到亲闺女的话 义兰犹如当头一击 而两个小家伙还以为他们猜对 立马话生小大人开始说教 老拉奶奶说过 想上大号的时候 绝对不能憋着 如果憋着 就会得一种叫便秘的病 那并很可怕的 义兰还想狡辩两句 却被小家伙打断 别憋着 快去吧 妈妈 以后记得要多吃蔬菜哦 最后义兰只能落荒而逃地 来到皇帝的营帐 这时皇帝也恰好醒来 义兰 你今天也来我的梦里了吗 看着男人虚弱抬起的爪子 义兰不再纠结 两步上前握着她的手 算了 看在这男人 为自己留过筋痘痘的份上 像抚摸儿子一样安抚皇帝 皇帝舒服地闭上眼睛 我生病的时候 母亲也会这样抚摸我的头发 义兰一脸的疑惑 这是她第一次提起她母亲 皇帝无比眷恋地说道 母亲还在的时候 还会在身边给我读书 比如屠龙勇士的故事 或者是寻搞冒险的故事 小时候 只要有一本新书 唯一整天都不会无聊 但自从发生那件事后 她才知道 剑笔书更加重要 软弱无能只会被夺走一切 听到这话 一蓝久久都没有回过谁 而当晚她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皇帝昏迷不醒 正是叛军偷袭的最好时机 惯性的是皇帝安排了小黑保护她 否则靠她自己 无法保护两个小家伙的安全 小黑带着他们娘三 前往皇帝身边 然而此时的皇帝 全然没有了白天虚弱的样子 这时弟弟恩里尔走过来 那个 您伤得很严重吗 是在救妈妈的时候受伤的吧 谢谢您救了妈妈 这时姐姐也突然凑到弟弟身边 谢谢您出手相救 听到这话 皇帝原本严肃的脸瞬间柔软了下来 就在这时危险来临 叛军找到皇帝的营帐 皇帝为了救依兰受了重伤 这对不长眼的叛军来说 是最好的突袭时机 殊不知将是有来无回 依兰霸气护肤 她一边干净利落竖起头发 一边活动筋骨 曾经那个大杀四方的女骑士 依兰又回来 她叮嘱孩子们藏好 就奔赴了战场 然而却看到心脏骤停的阴雾 这孙子竟然不讲武德从后背偷袭 惯性的是依兰及时赶到 而皇帝原本还没有愈合的伤口 又涌出大量的鲜血 依兰没好气地吐槽 你知不知道自己身体是什么状况啊 竟然这么冒险 而皇帝非但没有生气 还被老婆的英姿撒爽迷了眼 我老婆果然还是灰剑的时候最迷人了 从天黑杀到天亮 援军终于来了 依兰刚送了一口气 然而皇帝却一口气没提上来 荒荡倒了下去 同时还不忘安慰依兰没事 这时团长才黑着脸姗姗来吃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杀皇帝的呢 下一秒 他将剑狠狠插入地面 跪下请罪 背直救驾来吃 看到倒在地上的皇帝 才假惺惺地让依兰把皇帝安顿到安全的位置 看着昏迷中还不忘攥紧自己的手的皇帝 依兰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安 难道是怕他会死吗 自己不是很讨厌他的吗 但有一点他知道 他不想让凯尔就这么死掉 而真相只有一个 你惨了 你坠入爱河了 当皇帝再次醒来时 看到的就是趴在床沿睡着的依兰 他悄悄地坐起身 再次攥紧了依兰的小手 回想起这五年寻找老婆的痛苦经历 如果身上这点伤口能让你留在我身边 我甘愿为此赌上性命 所以只求你不要离开我 对于小两口的温馨时刻 而另一边团长却是满脸的阴霾 想到依兰对皇帝的态度 团长极度地咬牙切齿 为什么他会守在皇帝身边 他不应该是害怕 憎恶皇帝的吗 皇帝曾经那么残忍地折磨他 怎么还好意思依偎在他怀里 等等 皇帝好像啥也没做吧 下一秒不知道团长挠不到了什么 竟然哈哈哈哈地仰天大笑 为了得到他想要的 只能加快计划 与此同时 刺杀皇帝失败的叛军首领阿贝尔 气得哇哇乱叫 明明他们拦下了所有的信歌和传令兵 元军是怎么找来的 突然他想到和他们联手的那位神秘人 说过不要伤害皇帝身边的那个女 也就是说 他是怕那个女人有威胁 所以才推翻了计划 阿贝尔傲恼地拍打自己的头 他就知道 当初不该放一栏一个人走了 不过 他可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